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继续python基础的教学啊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叫做数字数据类型 在python当中呢 我们常见的两种数字数据类型 一个叫做整形 一个叫做浮点形 整形呢 我们叫做int 那个浮点形的叫做float ok 那我们来到这个ipython的解析器啊 比如说我们给他有个变量叫做a等于1 这就是我们通过之前介绍的一个方法叫做type a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类型 那他得错的结果就是int int呢 就代表是整形的意思 整形呢 它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整数 既包括正数 也包括复数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 b 等于1.0 同样的 我们用这个type的方法 看一下输出 那这时候呢 出来一个float float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浮点形啊 浮点形呢 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小数啊 小数 那就顾名思义 它就有整数部分 还有这个小数点部分啊 像我们常见的这个1.0像这种啊 都是属于这个浮点形 在数值这个数据类型当中呢 我们最常见的操作呢 就是一个数字运算 数字运算呢 就牵涉到 这个加减乘出 然后指数运算啊 这个绝对值运算啊 就是区率运算 这些啊 同样呢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操作一下啊 那有1加2 这个呢 就是两个硬质型 两个整形的加凡运算 那他就是出来的 结果呢 也是一个整形 就是3 同样的 我们来给浮点形的1.0加上2.0 2.1好了 同样的 它结果呢 也是float型 呃 就是默认的 如果是你相同类型的 呃 这个数字操作呢 它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类型的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啊 有1加上2.0 那这时候呢 它出来一个3.0啊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一个数据类型转换的过程 从这个结果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当整形跟浮点形进行操作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整形呢 给自动转换成浮点形 然后呢 再进行浮点形的一个运算操作 突然的结果呢 是这个浮点形 那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怎么怎么操作呢 同样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flow的方法 比如说我这里需要将一个浮点形 将一个整形转换成浮点形 我们在这个把这个整形那个数字呢 给它传到这个flow的方法里面去 那我们回吹一下 那这时候呢 它就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浮点形 同样的呢 我们如果想把一个浮点形 可以转换成这个整形 那我们通过这个in的方法 那出来的话就是一个整形 就是对应的2 其他的一个运算呢 我们也来简单操作一下 比如说2乘以3 就是整形的乘法 出来的结果是6 那再做一个2 两个星后呢 它就是一个指数级的运算啊 就是这个2星星3 就相当于2的三次方 那它就是一个8 就是2乘以2乘以2 就等于8 除法运算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2除以3 那就是它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浮点形啊 大家注意看 就是2乘以3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整处的 所以它得出的一个是0.6666 它是一个浮点形的数字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除余的操作 2 就是取余的操作 这个呢 在我们变成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 那它出来结果是2 就是因为它也是不能整除了 取余的话余数就是2 那相对应的 我们把这个整形呢 给它换成一个浮点形 我们再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2点 电力乘以3.0 这个就不用 应该就是6.6.0啊 然后呢 这个指数的话 就不操作了 指数操作呢 一般就是 我要把它转换成整形的操作 取余的话 一样的哈 也2.0 取余3.0 再出来结果就是2.0啊 那我们指数的话也操作一下吧 应该也是8.0吧 嗯 我在这个推命的是把这个字底加大了 就是方便大家看清楚啊 反正但是加大以后这个 它出来的结果会有点慢 那基本上呢 这个 就是数字部分呢 就就这么多内容啊 嗯 在编程当中呢 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啊 那尽量呢 就是在做这种类型变换的时候 尽量要知道它 在这个表达式当中 或者说在你的业务逻辑当中 确认好它倒也是用什么数据类型 然后呢 如果说有这种疑问的 你要把它强制转换成你所需要对应的一个数据类型 这样的话 对你的后面的逻辑是比较安全的 那ok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